西游记一部经典的文学剧作 每个人都对其中的故事和人物耳熟能详 然而你是否曾思考过这些人物的身材和身高 如果按照原著来拍摄西游记 其中的人物身高将会绝对颠覆你对这部作品的认知 首先最矮的妖怪居然是蝎子精 身高约为0.88米 当初他被孙悟空请来的卯日新官一声鸡鸣吓死 现出原形竟是一只琵琶大小的蝎子 可以说他是妖怪中最小巧可爱的存在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蝎子足够吓人了 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比蝎子精还要高大的是 齐天大圣孙悟空 原著中描述他的身高不足四尺 大约只有1.33米 和一个小孩差不多大小 这个曾经令天庭神仙闻风丧胆的英雄居然如此矮小 这无疑刷新了我们对他的认知 和孙悟空身高相当的就是六尔弥猴 他的身形和孙悟空相差无几 两人的身高几乎一样高 而我们的师父唐僧又比孙悟空高了一截 约为1.75米 他的高大身姿和英俊外貌不禁让人想起他曾惹来多少女妖精的轻木 如果放到现今社会 唐僧同样也是一个耀眼的高个子 然而比唐僧还要高的是卯日新冠 他的真实身高大约在2.21米 卯日新冠在消灭蝎子精时显出本体 是一只双关大公鸡 昂起头来 约有六七尺高 这只鸡居然比我们还高大 而无公斤更是夸张 身高约为2.38米 体长7尺 大约有这么高的无公斤简直是非同一般 如果放到现在 这样的无公可能会吓倒一片人 接下来是沙僧 他的身高接近4米 相貌威猛 脸蓝口大 眼放光 据说他吃了酒式的唐僧肉 还将头颅DIY成项链 可谓是一个活生生的怪物 不难发现取经小队已经出现多人 而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二师兄猪八戒 他的一嘴就有三尺 如果按正常比例来算 嘴长三尺 身高大约在4.39米左右 这样看下来 取经小队的孙悟空竟然是最矮的 而猪八戒的身高与他相差有三米左右 但还有比他们更高的人物 如来佛祖的杖六金身大约在5.44米左右 比孙悟空高了一大截 在孙悟空大闹天宫时 如来就用他的手欺骗过孙悟空 他的掌心大小轻松就将孙悟空装下 这样的比例显然非常离谱 更加离谱的是 狮陀国的三腰青毛狮子怪 黄牙老象 大鹏金赤雕 他们身高约为三丈 大约是10.2米 远远超过了取经小队中的其他成员 传说青狮金紧紧张开的大口 就下退十万天兵天将 威力不可小觑 白象金体重高达万吨 面如恶鬼 鼻子像蛟龙一样可怕 金赤大鹏斩翅 一飞可以覆盖九万里 这天蔽日 让人感到无比震撼 然而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猪八戒的真身高达1300米左右 他黑面环金 圆头大耳 四只蹄子有千尺之高 身长长达百丈 他活脱脱就是一只巨型野猪金 比飞鸡还要大 而牛魔王的真身更是高达2700米左右 头入峻岭 从头到尾有千余长 从蹄到背更是有八百丈高 这等巨物着实让人震撼 这些妖怪的身高远远超过孙悟空 但我们不能忘记 孙悟空可不是一般的猴子 在孙悟空施展法天相帝之后 他直接化身为万丈巨猿 约34000米高 头如泰山 腰如峻岭 手中的金箍棒能够上帝33天 下至18层地狱 这样的身高绝对让人难以置信 不禁让人感叹万丈巨人的恐怖威力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孙悟空之外 还有二郎神杨姐也施展过法天相帝 当初孙悟空大战二郎神 足足打了300回合 也不能分出胜负 最后还是靠着太上老君的金刚镯 才抓住孙悟空 而在整本书中 孙悟空仅仅使用过三次法天相帝 一次是在花果山正式群妖时 一次是与二郎神大战时 还有一次是与牛魔王大战时 如果我们拿哥斯拉来对比 哥斯拉的身高约120米 已经足够让高楼大厦 在他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孙悟空施展法天相帝 就像是要有300个哥斯拉那样高 通过这些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孙悟空虽然身材矮小 但他可不是普通的猴子 虽然钠着并城